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时间快 一个星期的交易又结束了 然后马股今天的成交量 好像是很低 当然今天成交的价值 也是相当低 所以不会让人surprise 因为我们已经快要来到 现在已经是年底了 然后再过几天 就是新的一年 2022年 讲到明年 当然之前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 我也是有简单的分享 就是明年 马股有两个要害 第一个就是Stand duty大大的提升 然后之前200块的cap被拿走 再来就是繁荣税 就是那些赚1亿以上的挂牌公司 抽多9%的一个税收 所以这两个要害就让很多人都对明年马股 所谓的成交量 当然这direct影响最重的其中一家公司 应该是Busa Malaysia 因为如果交易量冷下来的话 那么Busa Malaysia 它抽的这个水钱当然也变少了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Busa Malaysia 它的股价也是比较weakness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了 就是明年可能市场马股相对而言会比较冷 会比较冷下来 那么疫情方面 最新的变种奥密克戎 今天看到一些新闻 是有可能在马来西亚 已经有了一些社区的传播了 当然才刚刚开始 这个奥密克戎在马来西亚 然后卫生部一些专家都也是说 就是如最糟糕的情形是 在下个月1月份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本地这边 奥密克戎的确诊的数量 将会大幅度的攀升 就像现在英国所发生的一个事情 你可以看到英国现在很夸张 它一天的单日确诊来到新高 12万还是13万左右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好在是说他们最新的研究是说 奥密克戎的这个严重性 是比Delta来的低 目前的研究的报告的一个结论 是这样子 不过WHO他就说 你这个结论下得太早 因为奥密克戎 它还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感染 什么是大规模的感染 就是可能全球几百万人 还是整千万人以上 确诊到奥密克戎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来做一个研究 到底它的入院率 跟这个死亡的巴仙率 比起Delta 会不会是显得比较低的 现在下定论是有点过早 这是WHO的一个看法 所以马来西亚今天单日确诊 是有升温一点 今天我们是3528个人 然后全球方面 今天又来到新高 今天全球确诊 破了百万人的大关 终于破了一个百万人的大关 今天是增加了 一百万八千四百三十七个人确诊 这个数字里面 当然这个奥密克戎 也是占的蛮大的一部分 我相信 特别是欧洲跟美国 你可以看到美国最近确诊也是周高 好像是二十多万 他一天的确诊的人数 至于死亡人数 其实今天也不低 全球 今天全球多了七千零八十八个人的死亡 当然奥密克戎目前来看 他是没有像Delta那么的致命 但是 我觉得就算他不是那么致命的新冠病毒 也没有人愿意感染到他 确诊到他 因为我相信你跟我都有经验 我们每个人 肯定会常常有感冒的症状 就是那种普通的感冒 可能一两个月你就会感冒一次 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得到感冒 虽然说可能几天还是一个星期之后 他自己就会痊愈 但是整个过程也让你很痛苦 可能你不断的咳嗽 发烧 然后你可能关节疼痛 这边痛那边痛 然后很累很不舒服 整个过程都要了你的老命 虽然说你不会死 所以这个奥密克戎我觉得也一样 虽然也没有人愿意感染到 确诊到他 可是问题是 卫生专家告诉我们 就算你打了两剂疫苗 你接触到奥密克戎 然后确诊的可能性还是相当相当高 就算是打了第三剂 可能你的保护性才70%左右 所以这一波欧美的奥密克戎的wave 可以看到其实当中很多人 已经打了这个booster 他们还是确诊 当然确诊之后 报告是说很多人是轻症 特别是没有症状 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状态 不过WHO还是比较谨慎 他还是警告各国的领导人 要做好准备 因为这个奥密克戎 我看到晚上有人甚至说 要把它跟麻疹来做一个比较 有人知道麻疹这个病毒 它的传染性是相当惊人的 然后有人就说这个奥密克戎 它的这个传染性 其实跟麻疹是不相上下 非常高度传染的一个疾病 所以马股今天其实还算是不错 KLCI今天稍微起了0.03 所以在1516.45 然后上涨的counter 388个下跌的是249个 今天smthread竟然飙了17.4% 成交量非常巨大 so smthread它最近是刚刚完成 这个private placement 寄了一笔钱 PUC今天也飙了11.1% 他们QOQ是亏少了一些 Vinvest也起了3.6% Tankor也飙了22.5% 他QOQ是亏少了一些 然后今天手套股有小小起一点 像Turtglove也起了2.3% 手套股会起就是奥密克戎 来势汹汹 相信对手套的demand 应该是会走高 需求是走高的 然后GUHash 起了5.1% 你可以看到他的老板 director Dato Harry 一天也买进了20万股 而我本身当然不停 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s topic 就是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会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接着今天 相当多的选股回酬还是不错的 像Francon也起了6分 手套3.9% 他最新业绩QOQ进步10% YOY 28% 之前我选Francon BFORTA bonus issue 71.5分 也派了股息10.25分 加上Free Warrant B26.5分 所在三年四个多月 也是有77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13年 然后HECSTAR GLOBAL也起了1分 收在1块4毛8 之前我选HECSTAR BFORTA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5.6分 这一年八个多月也是有38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9年 然后KGB也起了3分 收在1块7毛2 他们最近也拿到新的合约1.1亿的contract 之前我选KGB BFORTA bonus issue 96.5分 也派了股息5.3分 加上Free Warrant B52.3分 这两年11个多月也是有31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9年 当然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就不说了 这个选股 我是基本派的做法 就是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在股票市场里面 非常成功运用的一个投资的方法 有人称之为投资震报 当中最出名的是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会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 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公司董事局的成员 必须是行业顶尖的领导型的人才 公司未来利润潜能必须要大 才能不断的成长 然后资产负债表要稳健 不能像恒大那一种负债累累 然后现金流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公司的营运当中 他有没有办法让现金不停流进他的公司 股息的派发也体现一家公司 有没有照顾小股东的权益 等等等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所以绝对要强调 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虽然很多人问我 你有没有做投机的 我都说我没有 我只有做基本面 所以建议一般上是buy and hold 至少两年了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这个疫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全球经济能够复苏 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挺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 和whatset号码在下面的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接下来跟那家前聊 也是最近很红的一家公司 因为最近它价量提升 成交量也挺活跃的 然后价钱也飙高了 这一家公司 Ajia Berhad 它的code是Ajia 今天大市起的 首带也起了一个8.8% 收在98.5分的价位 7年3月熊市 它的股价只有26.5分 也意味着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26.5分飙到今天98.5分 飙了272% 接近三倍的一个回酬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因为它最新的业绩 其实YOY是回调 是赚少 但是没有妨碍它近期 这个疯狂的飙升 它这种账符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8年 把它在一年多的时间 就做到了非常不错 它的市值MarketCap 3亿的一家小型公司 NTA一块2毛半 是高过它的股价 公司Net Cash 手上的钱4242万 Current Ratio 12.68倍 注意新业绩10月26日出炉的 YOY回调32% 因为它这个季度 它的revenue收入 是跌了相当多 OK 收入是跌了相当多 所以安吉亚这样的公司 它的业务 它是生产一些建筑材料 包括说工业的屋顶 那些建筑结构的价值 钢化的玻璃等等 这些都是它生产的一些建筑材料的产品 然后最近它做了announcement 就是他们决定 要在中马那一带买两块地 OK 这两块地是freehold 就是永久地气的地 工业地 在中马那边 打算花一个3448万 3000多万 因为公司现金4000多万 所以他们 是打算用内部的资金 来购买这两块地皮 第一块地皮 它的面积是29万Sqft 挺大的 6.7 acres 然后第二块地皮 是40万Sqft 9.1 acres 那么这两块地皮 你除以它的面积 他们算到平均 每平方工程的价钱 就是50块马币 OK 每平方工程是50块马币 那么公司为什么要买这两块地 当然是为了公司未来的扩张 就是未来 可能长期而言 你需要建新的工厂 还是新的warehouse 他们才有地能够建 这是对未来的扩张 先做一个standby 一个准备 那么他也说这两块地 其实他们的地点也不错 因为这两块工业地的地点 也是在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区域 就不是那种鸟不生但死的地方 至少这两块地 买了之后 可能10年20年后 他们的身价也不止3000多万 会增值的 OK 所以我相信当然地点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地点好的话 你的logistic当然各方面也是比较方便 然后这两块地的交易 他们预期会在两年内来完成 两年之内 才会完成这个买卖 这两块工业地 好我们来看10月份最新的业绩 就是3r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021年 该说了他的revenue收入是 暴跌 就是跌了一个65.6% 去年是6993万 来到今年剩下2403万 所以为什么收入暴跌 他说主要是因为之前来了一个lockdown 一个封锁 我们知道之前是full NCO 就是6月1号开始 因为那时候6月跟8月之间 当然我国的冠病 那时候就不断的往上飙了 这个单轮确诊 然后那时候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 所以政府那时候没有办法 来了一个full NCO 就影响了各行各业 那么这家公司阿基亚 当然他们做建筑材料的 当然也是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他的PBT税前利润也是暴跌 YOY跌的67.3% 去年是283万 来到今年剩下93万的PBT 所以总的来讲 虽然最新业绩是回调 但是也没有阻止他最近的这个爆发 就起了相当多 他这一年多飙了272% 接近三倍的一个涨幅 NTA一块两毛半是高过股价 然后公司也Net Cash 4242万的一个现金在手 Current Ratio 12.68倍 然后来临的业绩将会在 一月尾 就是下个月尾 会出入他最新的业绩 个人我会比较有所保留 因为我觉得建筑材料在目前这个行情来讲 会用到建筑材料的 当然大多数是property developer 产业发展 但是疫情之下 我觉得大部分产业发展商 也是受到一个冲击 因为除了那些少数做的比较好的一些 property的公司 像Matrix 是属于少数之类的 做到比较好 我觉得马股大部分property的公司 都相当的艰难 在这个非常时期 所以我对阿基亚来临的业绩 我会比较有所保留 我也不comment太多了 当然聊那么多 还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的那四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四个字最重要就是买卖支付 好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